Hello大家好,我是Abi,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 对换率,就是Currency Exchange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我想要跟大家聊这个问题,是因为 今年呢,在1月的时候,我就去了Nebar 那时候去Nebar的时候,我就 花了一些钱去换美金,才过去了Nebar 然后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就刚刚从新加坡回来 所以那个情况之下,我是换了两种货币 就是美元跟新元 所以你们就知道我要聊什么问题了 就是Regarding on,美元跟那个新元 我们马币就是创新低啊,就是那个Currency Rate 然后对于我这种很喜欢趴趴着生活理财 只有自在的人呢,就有很大的impaction啦 但是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impaction 所以今天呢,我是想跟大家聊Regarding on这个topic 然后给大家知道为什么马币会贬值等等 还是新低的这个脚步 他们为什么会继续增值而我们贬值的情况 然后我们要一起了解更多人 Regarding on这个东西 Let's go 第一点我们就从美元的走势如何影响马币的价值开始 根据报导指出,美国财长Jenner Yellen 呼吁两院政党领袖尽快通过提高31.4万亿美金债务上限 来避免全球财政危机和维护美国的全球信誉 而美国总统拜登也初步表示有信心 只要国会通过,其他的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元对全球有一定的影响力 根据2022年9月的数据 持有美国国债,持有最多的国家排名有 日本、中国还有英国 那你是在想象如果美国的债务真的违约 这些持有美国债券来赚取稳定收益的国家 他们的资产将会瞬间变成废子 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市场恐慌 所以为了稳定大家的利益 撤资保美的举动也烧到了马来西亚 所以最近新闻外资撤资回流的消息 也是马来西亚货币贬值的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美国的走势确确实实会影响 我国的经济表现的汇率等等 第二点我们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新币只能有增无减的成长 那在面对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 全世界都一定有他自己的问题 但是新加坡他们没有选择 用那种中央制的方式就是 是因为新加坡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 他就好像类似像香港这种类型的小国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的金融体系的方式 来减缓通货膨胀 然后你要知道的东西就是在新加坡 他们是非常依赖进口的食品啊 那些东西等等的 因为他们的地方是很有限的 因为他们最擅长运用最灵密的东西 来创造价值嘛 有的选的话 当然是肯定升值来减缓通货膨胀啦 可是做什么都有他的利于弊的 如果你选择升值的话 贸易成本就会增加哦 可能从中就会减少贸易来往 因为生意人通常都会往有利可图的方向前进 所以你了解了吗 新年为什么会升高高了吗 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 马币的春天在哪里 今年来马币跑出大众区域的货币 已经不再是一两年的事情 所以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我们来一起看看 一般上说到大马的经济 不少人就会想到一马舞弊事件 不过单单只是靠一马公司舞弊案件呢 还是有过于简单化问题啦 但是令吉Rangit的走势 受到影响贪污腐败的影响 的确是影响外子对我国的信心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油价 你要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残油国 当美国加息影响了油价暴跌的时候 马币就会雪上加霜 另外的可能性就是跟货币过购事件有关 对于担忧大马从事资本管制的投资者 把资金及时撤出 也算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那要迎来了马币的春天 我们最重要是要了解一个问题 就是投资者是否相信大马能够承受这个经济动荡 并且解决短期的债务 如果不能令吉的需求和价格就会逐渐薄落 那基本上呢 一个发展中国家 他们要发展他们的业务的时候 他们会走过的一条路就是 举债去借钱来发展他们国家 但是问题就是出现在到底 我们有多少的credit来借更多的钱来发展我们的国家 那credit呢 其实是define by 你的国家的外汇储备基金 所以从这情况之后 看你本身有多少钱才可以借多少钱你知道吗 那你就问我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钱了 我们才跟别人借钱的吗 对 如果是因为你没有钱了 才跟别人借钱的情况之下 你要给的rate 会比起compact跟别人啊 更高 因为他们评估了你的风险是 比起别人更高的情况之下 所以借给你的rate会更高 如果你借到的钱多了 rate也高的情况之下 那个债务就会更多 然后会研发更多的问题在后面 朋友们如果当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跟你朋友借钱的时候 他们不借你 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不够brother的吗 因为他们评估了风险之后 觉得你没有还钱的几率比较高 你的credit boy 你的credit boy不够高的情况 所以哦 接下来就是 当你有钱的时候 跟人家借钱通常 基本上人家都会借你 但如果你是真的没有钱了 你再跟人家借钱 人家不借你 也是人之常情啊 其实呢 低的汇率呢 可以帮助我们出口贸易竞争力 变得更强 还有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 来码消费 不停的增加外汇收入等等的好处 我们要拥有信念才能关关难过 关关过 然后呢 首先我是非常谢谢我的观众们 因为我发现到我的频道 在每一个星期都 一直有new的subscriber 在进入我的这个频道 然后我也希望能把这个 youtube频道做得更好 所以希望如果你有什么样的 credit 还是你想要了解什么样的东西 那A-B如果是懂的话 你们就text我啦 还是你们就跟我联系等等 那我就可以准备更多你们想要了解的题目 然后同时呢 我也是在 expand 我的这个吃的频道 所以如果当我没有在 update 任何的生活理财频道的时候 我会尽量去放我之前在Nepal那边 travel一些学到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然后同时我的那个food channel wise呢 我也会继续去做 然后grade更多的东西给大家看 那希望这个频道 不只是很古早的focus 在理财罢了 而是可以跟大家share更多 就是当我在做我的工作的同时 我也可以分享更多 生命的意义跟生活的目的给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真的生活理财 自由自在的同时 可以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 活得更精彩 那很谢谢大家subscribe我的频道 我会接下来继续努力 然后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 还是一样的就找A-B啦 然后我会继续为你们 献上更多的video 然后继续剪片 继续走这个世界 看看这世界 如果currency真的不给力的话 这样我就玩片整个malaysia啦 就是tuty-tutymalaysia 那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静静的 因为我是住在槟城的 槟城也是有很多东西去explore的 我会继续拍片 继续努力 你们只需要帮我 就是觉得影片是ok的 就帮我按赞 然后subscribe 还是share一点点给你的朋友 看到如果你真心觉得喜欢啦 然后非常感恩各位subscriber thank you so much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我们下期再见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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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